这张专辑其实原本已经先写好六首了 大概在一年多前 那已经都准备好了吧 可是后面四首就是展颜再展颜 然后就写不出来就写不出来 后面四首你卡了什么关 我不知道我卡在哪里 就是觉得这一次写歌有点蛮不顺利的 可是你都做好一半啦 对啊 不知道为什么后面那四首就怎么样都写不出来 你那时候生活有遇到什么瓶颈还是什么故事 是我家里是有一点事情 虽然那一阵子常常回南部 就是一直南北南北这样跑 所以可能就没有什么心情 那也不至于这么糟吧 还是有疫情被干扰 天啊我是将来才进吗 你会这样想吗 我想说为什么为什么 对啊 那你前六首那个时候是怎么样 都以气呵成很快很顺 那个之前就已经写写写的差不多了 因为之前就想要做一个呃台湾国呃台湾经典老歌 然后背景的故事 是 对那时候其实很早就想好这个这个题目了 嗯 OK 所以我可以问是哪四首后来才出来的吗 呃灰魂 灰魂 然后城市山花猫 嗯哼 还有那个那个 没需要 没需要 还有哪一个啊 我吃菜的 吃菜的 跟拍摄的歌 有两首是有那个五熊老师跟 柯智豪老师帮忙啊 哦 帮忙写词 哦 帮忙写词啊 写词对 哦 所以你之前没有跟他们合作过吗 五熊老师有 哦 柯智豪呢 柯智豪老师没有 柯智豪老师没有 没有 哦 他很有才情耶 他很怪耶 哈哈哈 哈哈哈 你可以我可以知道多一点吗 他哪里怪 不是啊 他就是一个很很很可爱的人 因为我之前我喜欢他是因为 我想跟他合作是因为他的返校 哦 那个主题曲 我也很喜欢他 因为我很喜欢看鬼片 他只要喝到一点none 你断青他都很开心 哈哈哈 真的假的啦 真的 这我可不敢了 哈哈哈 等一下啦 然后就觉得 嗯 想要跟他合作 然后没想到 哦 就是他私底下其实还蛮可爱的 他很可爱啊 对啊 你想要跟他做跟合作都可以 哈哈哈哈哈哈 做什么 哈哈哈哈 做什么 做音乐 做表演 做什么都可以 好的 哈哈哈哈 他很流鼻涕耶 哈哈哈哈 对啊 他真的很好笑耶 他很好笑耶 他有说语出惊人耶 他超容易语出惊人 他惊句很多 而且 因为我完全在我意义上 都是不一样的 他有一个 笔名的部落格 什么的部落格 都是寫情色文学 真的假的 寫得很好吗 很好 我想看 等一下看 你可以告诉我 你跟他要啦 好我跟他要 假的 你给我那个连结 有欣老师说的 说你有一个情色文学部落格 哈哈哈哈哈哈 我觉得他应该会给 真的他一定会给 他会给 他超想做那种 从头第一首到最后首都写什么 十八条啊那种歌 哦 哦 十八条那种 对对对对 哼 可以找我 哈哈哈哈 等一下 你文青才女 你怎么可以唱这种题材 为什么不行 文青也是要那个啊 文青不能碰情欲吧 为什么不行 你举个例子 文青也是人啊 哪个文青现在有情欲题材的歌 可以唱 呃 谁 我觉得余沛正你有吧 哈哈哈哈 有吧算吧 不是那么明显啊 哦 对啊 你有赤裸的情欲吗 我我是都可以可以写 是在吹沙会 对啊 是在吹 哈哈哈哈 我晚上马上往坏的地方想 你看看 你看 是不是 对啊 我那当初也是因为想坏的 真的吗 因为这首歌其实前身是 《网春风》 是在吹沙会 嘿 然后我们讲说 我跟三哥讨论说 为什么《网春风》会被禁啊 哦 《网春风》不就是在写一个少女 想要谈恋爱的心情啊 哎呀 对啊 结果被当时的政府认为 它是音词宴曲 哦 说哪里色色了 说是春还是吹 嗯 然后我就把它写进去 不可以色色 对对对 那后来是吹吹 是吹吗 对 还是春 吹哪里 对吹哪里 对啊 哪里哪里色色 奇怪 我就觉得很有趣 哇 所以是有了 那个《网春风》才有了这个 延续下来这样子 嗯 那你已经可以做十倍校咯 十倍校 嗯 好 我等一下联络科教老师 对对对 你说永鑫老师建议我跟你做整张展杯 啊我们可以化名啊 可以化名 也是吼 对耶 我们化名 更好玩 对耶 你可以角色扮演 可以肆无忌惮 你想要M或S都可以 我想要M 哈哈哈哈 你是女人 哈哈哈哈 你今天到底怎么了 你才喝一口而已 我本来就这样啦 我去 我上次没有这样子吗 你没有这么激烈的表达 哦激烈哦 对对对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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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爱教育电台